蔡政府大动作宣布要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说台美关系更进一步 不过网友看了全傻眼 因为没有看到实质内容 专家更分析应该要签台湾BTA 光是空谈倡议 对台湾没有实质利益 政院大动作宣布启动台美21世纪双边贸易倡议 6月底将在华府进行首次会议 就十一项议题进行谈判 包含贸易辩解化 法治规定反贪污 协助中小企业贸易等议题讨论 但不涉及关税 更能有助于我国争取参加CPTPP 以及印太经济架构 加上CPP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CPTPP美国根本不在里面 这是单方面 我们可能要付出很多承诺 如果是换他不换药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意 也不需要这么大做文章 民众纳闷 我们连莱族都吃了 但要求和美国签订BTA和FTA 全没下文 连新成立的印太经济架构 都不让台湾参与 如今突然冒出 21世纪新倡议 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狂酸还不如吃21世纪口气刺激经济 也说早日签署就是没签啊 等于什么都没有讲是在高效吗 还有人举例 这等于花了六年的时间 终于跟隔壁的政媒说了 以后能换赖 国内产业界更认为应该要有实质进展 执政者大张旗鼓宣传着新倡议 又是台美关系大跃进 还不如直接告诉百姓 到底国家的实质利益在哪里